有颜色的那一面是防水面 白色的这一面是吸水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一些飞沫的 就是说外界来的飞沫被阻挡掉 自己的那个是被吸收掉 也保证它的干燥 带的话这样带上去 然后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把它拿好的情况下 把它慢慢的向下拉 然后把整个包颜色了 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顺着鼻梁 自己的这鼻梁慢慢的压下去 让这个口罩很好的贴合 这里面就有一个话题 到底的话我很担心 那么我戴一个口罩不行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戴两个口罩 戴三个口罩 那么第一个的话 有很形象的话 叫做如果说你门关不颜色的话 那么你这个门在后 它的防护作用也起不到 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先去做好这个贴合 做好这个密闭性的一个问题 专家提示 应将口罩白色防水面贴面部 佩戴时包住整个面部 顺着鼻梁压下贴合